如果说问您菜刀它能干什么 大家肯定说了 那切菜切肉切东西 或者说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可是河南有个人大叔 人家用菜刀玩出了新花样 来监视一下 这是用菜刀写的 一把菜刀 普通人只用它的杠 而任大叔却用到了它的柔 好吧 我承认我就是特普通人 可是任大叔咋会想到 用菜刀写字啊 因为当时我提电话 没有笔 就顺手拿了一个水果刀 站在那刹一下水 把这个好码给它劲下来 不是这个刀子 站了水能写好码 天顶站了毛也能写寒子 这也不意思 他心里来的紫 一向长辈子 有想法 从那以后 任大叔就一发不可收拾 迷上了用刀写字 独创了砍刀术法 据说在2006年的时候 任大叔发明了书写用的刀笔 并且申请了专利 又据说 任大叔的刀书作品 每幅能卖到千把块呢 哎呀 这才是真正的刀狼啊 这位刀狼一用作品 给观众朋友拜个晚年 马的四个旗 仔细看 就是马 道 成 虫 这个字 你看 这个马上 有一个号 他叫马上 刀虫 哎呦 你看啊 真的是很有创意啊 这位刀创意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